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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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谈 两个星期前 看了一部马来片子 那马来电影呢 在很多国家城都挺难看 因为它能够销售的那个 范围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可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里面呢 它每年还是有生产蛮多的片子 那这些片子虽然不完全都会是这个 怎么说都会是这个很卖座 但是呢卖座的时候呢 片子倒是挺好看的 那今天马来西亚 马来片子呢 以恐怖喜剧居多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片子呢 是真的是拍得非常用心的 比如说有一部叫Purang的 Purang的一部片子 那今天我们不要讲Purang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叫 Wantu Jaga的一部片子 那Wantu Jaga呢 这个导演呢 他叙述了两条线的故事 一个呢是这个外劳的故事 那外劳的问题呢 这个现实问题呢 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社会现象 就是在家里帮忙洗地啊 组电东西啊扫地啊抹穿啊这里的 雇主呢却把它放到这个餐厅里面卖东西 这个跟他们那个合约是有伪的 但是呢很多为了要西斯宁人一般都就人气吞声吧 还有另外一条线呢 就是两个警察的故事线啊 所以那外劳一般上在我们这个国家呢 就有两类啦 一类是合法的 一类是非法的 那这个片子呢 里面讲的是 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背景 啊 两个警察 一个是贪污的 一个是新来的 还是想伸张正义的这些理念的 还有一个护照 就给这个雇主给扣住了 于是他想办法 非法偷渡回去 这是一个故事 那他的哥哥 是一个合法的那个 的那个外劳 但是他为了要照顾这个妹妹 所以他就因此就 呃 堕入了这个不合法的 这个违法的这个套套里面啊 那 呃同时呢 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呢 还有一个背后的大黑帮老大啦 警察啦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故事的推展 呃其实 做的蛮好 就是他的整个故事 往前推动的时候呢 我们感受的到就是 呃 几个角色的迫切性 哦 这个角色的这个创作呢 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的欲望呢 都是 非常清晰的 一个呢 想回家 一个呢 要帮妹妹回家 一个呢 想 想方设法要找到 筹到足够的钱给老婆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想要 严重的 执行这个 法律 可是在这四个人里面呢 他们之间的那个需求 却是碰撞了 他们他们各自要的东西 却同时都是各自的矛盾 所以这个这个故事的整个 那个错终复杂的那个关系呢 其实就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好看 呃 我不晓得 这个片子的时候还上的 不过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话 你又看得懂英文字幕的话 字幕片子要看 好 还有 呃 但是呃 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拍的好看 还是一个问题 呃 我觉得他的配乐 真的是做的有点太普通了吧 是不是可以以后找更好的配乐师 还是什么什么的 这个 是另外一个讨论的 鼓励大家去支持一部这部电影 呃 他可能 比另外一部 什么 呃 怎么讲 所谓的国庆乐电影啊 呃 更加有意义 1 2 加感 对啊 忘了说 订阅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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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